今天给大家提升一下发力 我们看别人打球时既潇洒又犀利 而自己的发力 以上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力气 而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大家都听说过边打发力 边打发力的意思就是身体先加速 然后大臂小臂手腕加速 最后球拍加速 因此最后的加速点应该是在手臂的末梢 手指手腕处 其他的关节只是起到带动的作用 想要解锁手指手腕发力 就要掌握正确握拍 食指在上 拇指在下 后三指自然握住 斜伦左侧对着虎口的位置 重点是一定要放松 这样才能用上手指的力量 而握死了就只能用手腕了 接下来我们要加强手指手腕 快速挥拍就是很好的训练方法 正反手每组各挥50次 每天挥4组 挥到像我这样酸就对了 这个练习清测有效 想提升发力的一定要去练 握住